各位,上次那位岳雲在牛頭山衝出了金兵的連營,去金門鎮搬兵救駕。 這麼幸運在半老撞到金門鎮總兵傅光,還結識他的兒子傅天亮和契仔敵雷。 這時,岳雲對傅光說,傅大人,我剛剛想找你,我父親寫信叫我送來金門鎮, 請你派人各路吹兵,去牛頭山下集結,雷應外合破金兵。 想不到在這裏碰到你,你想去哪裏? 哦,我想回家找天亮和敵雷,準備帶兵去牛頭山救駕的。 就算你不理,我都去的了。 哦,這麼巧,我們想在一起,你看這封信。 嗯? 傅光看完岳飛的信就說,哈哈哈哈,對了,對了。 岳少爺,我站在前邊那條村,請到家內一醉,半兵的事不會耽誤的。 明天我們就發兵。 岳雲就馬上點頭,說,好啊好啊。 於是,左邊就傅光,右邊傅天亮,岳雲居宗,三匹馬就一趴走。 唯獨敵雷呢,躲在那些人群後邊,心驚驚啊。 先頭他就做搞屎棍,搞到岳雲和傅天亮呢,打成大交。 現在見到人家康復了,咦,到時會不會人家夾起來打我呢? 嘻,這條這樣的愚蠢仔呢,一邊走就一邊, 慢慢地想起這些不耽誤的事。 這時,傅光就問岳雲了。 岳雲啊,為什麼先頭和傅子天亮打起身呢? 岳雲章經過就說了一次,傅光就騎騎笑說,哈哈哈哈。 岳雲啊,你都不知道,那個愚蠢仔敵雷呢,我當成他親生仔那樣的。 不過這個愚蠢仔,整天撞彈,三天兩頭就打傷人。 不是打斷人手,就打斷人家的腳。 後來,天亮他娘呢,就想出個主意。 買了五十隻牛回來,就叫敵雷放啦。 等他呢,有些東西做,免得整天打人。 唉,這一招是幾靈騎的哦。 敵雷不出去打人,但是專門打牛。 一頭半個月而已,就會被他打死打死一兩隻的了。 幸好那些牛呢,才買回來幾個月而已。 我看來敵雷不出去,全部被他整死了。 那因為他有天生神力,我就要他洗雙鎚。 那就叫天亮教他套路啦。 敵雷的人呢,就昂直,學東西笨笨地。 天亮有時候說他,他不聽的。 那天亮脾氣又不是那麼好。 敵雷上來,就打他。 敵雷的氣順的時候,就任打不生氣的。 這條氣搓著的時候,就打回天亮。 他就大力啊。 唉,我見到這樣就算了,算了,算了,算了。 喜歡學學,不學就算了。 天亮就不肯。 天天都叫他一早起身練功。 結果兩個東西好像仇家那樣。 其實他兩兄弟幾好下的。 岳雲就說。 哦,原來是這樣啊。 我都不知道。 都是我不好啦。 還幫人出手。 天亮就馬上說了。 啊,那麼不怪你。 怪就怪我,對敵雷太嚴格了。 我爹不是家,我娘是管不了他。 那我就做這個醜癮咯。 不過,岳雲就說了。 嗯,既然敵雷經常在家裏撞板的。 不如叫他在牛頭山裡救駕吧。 我爹,一定會很喜歡他的。 傅光說。 唉呀,如果岳雷碎肯收他呀。 那就一天都降了。 那麼,等待到做家裏, 我再好好地教一下他。 他們幾個在前邊說話, 敵雷在後面跟著, 什麼都聽到的。 他心想,去牛頭山找岳飛救皇帝? 我幾帶都去呀。 不過,一陣間阿伯說要教一下我。 那當然是說我先頭做搞屎棍, 搞到岳大哥和阿哥打起來了。 唉呀,不是啦,不是啦。 到時被阿伯散到我立立領, 我不如現在就人好過了。 想到這樣,他一路放慢腳步, 就落在後面。 然後趕快繞到村口那頭, 先頭放牛的地點, 拿回自己那對賓鐵額油鎚, 就偷偷地走先了。 敵雷有三拙。 第一是力帶, 第二是天山的飛毛腿, 跑得很快的。 第三,爬山的本領也都很驚人。 他一路走一路打拼, 等到牛頭山下, 天已經黑了。 眼前倒出金兵的帳篷, 都不知道哪裏打哪裏, 又過不了去。 他亂地在山上轉, 轉來轉去轉了很久, 又不懂得累的。 不驚不覺就轉到一個山頭, 這個山上沒有兵把手, 懸崖超壁, 隱約看到風頂上有其次。 敵雷看著看著就說, 不如在這裏上去咯。 他撿著那些山藤一路爬。 別看那些山那麼粗, 只要有那麼多突出的地方, 就攔不住敵雷。 只要他真的輕似狸貓, 就快如怨口, 喳喳喳一路爬上去。 爬到差不多的時候, 天上邊有馬蹄聲響, 他爬得更加快。 爬到盡頭, 剛剛趙寇就被金阿術 追到來懸崖超壁前邊。 趙寇慢地叫岳飛寶駕, 敵雷就上了去。 問明對面就有金阿術, 敵雷舉起雙拳, 就向前衝啊。 這樣失驚無神錶的人出來, 就嚇到金阿術啊。 他想說走的, 卻又不捨得放下趙寇。 盜嘴的肥肉, 沒理由撈出來的嘛。 想問一下這個大舊仔的姓什麼名什麼呢。 那個敵雷舉起就打過來, 金阿術就逼著拿斧頭格, 東! 聲! 嘩! 震到金阿術幾乎踏了下馬。 嘩! 哎,什麼來的,這個人這麼大力的,又兇猛的,直到難以取勝了,去訪一招,撥轉碼頭,急著急著急著跑回到山上,敵雷剛剛想追的,趙寇就不給了,小將軍不要追了,快點補菇回去肉虛攻了,金阿淑這樣才有命倒回到山下,趕快派人找回自己的兒子金蟬子回來,金蟬子就很不奮氣了,父皇呀,我剛剛想活到, 捉韬飛的,你為什麼叫人叫我回來呢,兒子,何葉嶺是人家的房地,如果萬一有埋伏,我們豈不是虧帝,這樣呀,金蟬子就沒辦法了,父皇也出聲了,於是兩個就回到本營,金蟬子就趕快找了六角三村各國的王子來商議軍情,他說, 時恩惡魂去了搬兵,走開了好多人下,萬一救兵一到,我們就會前功盡氣,先頭山上谷,又多了個洗大鏈之錘的大舅仔,好厲害呀,所以我們看來要火速攻山,遲則有變,聽一陣, 決定勝負,明天就四更吃飯,五更出征,金兵涼曬全隊就土敵叫陣,金蟬子和哈密茨,以及十家元帥又督軍押陣,金蟬子出馬了, 那岳飛今天心定了很多,雖然昨晚皇帝遇襲受了一場虛驚,但是收了個敵雷,好開心呀,他在敵雷知道,救兵很快就會到了,那剛剛山下面又土敵叫陣,於是乎岳飛就親自帶兵出戰, 還未等同金蟬子交鋒,突然間看到金兵的後陣腳道就亂了大龍,連金蟬子機都仗義,金光摸不著頭腦,剛剛想說要派人打探做什麼,竟然有緣白袍小將,手勢一對梅花兩銀鎚,闖營二哥,去到岳飛的馬前,岳飛見到就連王話了,小將軍,你在哪兒來的,元帥,我是在西吳山來的, 我叫何元兄,和岳雲是結拜兄弟,哦,原來你就是何元兄呀,哦,我聽岳雲講過,當初我們一家老少被哈密茨帶人抓住,打入了木龍籌車,多虧你和你父親何俊忠,劈木龍籌車救回他們,何元兄就說了,伯母他們在山上邊住了很久,近來我送了他們回去岳家莊,我這樣才來牛頭山救駕的, 元帥,我想留在軍營,幫你牽馬罪登,不知元帥可不可以收留呢,哎呀,兩軍交兵,真是用人之時,你可隨應聽令,何將軍,你來得對啦,今天要和金華術決一死戰,哎呀,元帥,我何元兄慢死不遲,何元兄走入隊伍,和敵雷走在一起, 對呀,事引兩個都是洗脫的,所以覺得零射熟落,這時,對方的金長金蟬子就叫陣了,岳飛問,誰會金蟬子先? 敵雷就應了一聲,讓我開,然後放開腳步,咋咋咋咋,一下就飆到金蟬子的馬前邊,兩人互通姓名就交上手,一出手就出憑力的,噹噹噹噹,連撞三下鎚,硬打硬,好像打鐵一樣, 金蟬子覺得,咋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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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� 記住來打,兩個人打了七八個回合,敵雷就打一匹死牛力,沒有什麼套路,慢慢慢慢就有些輸蝕了。 何元興見到敵雷當然是不教人家打的了,趕快過來討論, 惡元帥,讓我幫敵雷打一會兒吧。 惡非就說,好,那你多加小心,何元興一擺梅花兩銀錘,吹馬上前就換了敵雷下來,接戰金蟬子。 嘻嘻嘻嘻嘻,大家一看,何元興有些了,招數巧妙,和金蟬子戰有二十幾個回合,還未分勝負。 但是那個金蟬子就越戰越勇,那些金兵搖旗立喊,哦,好爹啊,少殿下好爹,打開,打開,少殿下一定會打贏的。 金蟬子越看越開心,哼,你送刑到有幾個人洗雙脫,知道每個人和我兒子比,真是蚊比和牛比,沒有得比。 那時候,奸賊張幫昌和黃鐸兩個敗類,也來到兩軍陣前,鑽在金蟬子旁邊大聲地叫, 笑殿下的武功,蓋世無雙,天下無敵啊,你看看,洗銀鎚那個人不行的啦。 這頭鱷飛和宗長一看,何元慶真好像不夠力那樣,萬一何元慶不行, 其他人上去就更加不是金蟬子的對手了,怎算好呢? 就在這時候,賤金兵的後隊吵到開虛的樣子,閉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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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閉 閉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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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一時就不記得敵雷,等到天下才醒起他,敵雷已經走了。 副總兵猜死,他一定會去牛頭山,於是就說,敵雷的人太過無心計,千萬不要誤入金營。 不如這樣,你們兩個就去牛頭山找敵雷先,我馬上領兵就到,到時信炮為令,我們雷應愛合打禁兵。 於是,傅天亮和岳雲兩個就打馬飛奔牛頭山,馬踏金營。 來到陣前,見到元帥岳飛。 岳雲將搬兵的事,從頭到尾就說了一次,岳飛很開心,自隱得了四元洗脫的猛章。 岳飛說,你們兩個闖刑累的了,先來休息一下。 怎知傅天亮和岳雲就說,不用了,元帥,我們這麼急趕來, 就是想會會金營子的。岳飛見到他們兩個沒有一些疲態。 嗯,好,那就去吧,小心行事。 嘿,兩個開心了,岳雲就說,天亮,陣前那個金將就是金營子。 那個白面將軍,是我的兄弟何元興,現在就等我上去先,你給我壓著陣。 不用不用,等我去。 傅天亮幾大都不肯,高舉著青銅窩瓜錘就搶到陣前。 何將軍,你閃馬一邊,等我戰他。 何元興一閃身,傅天亮已經到了。 金營子就當同惡債大賢。 宋將那邊那麼多人洗脫。 咦,是什麼人啊? 銅錘將傅天亮,金營子,看脫吧。 燈,雙錘丟落。 那四馬錘一撞,在半空中,好像打掉個屁鱗的樣子, 咦。 抖得人家耳朵嗡嗡嗡嗡嗡嗡, 激激激激激,з兩人馬打盤旋就再站在一起, 嘮嘮嘮嘮咧嘮嘮嘮嘮嘮嘮嘤 800. 兩邊的軍兵,將警,雷鼓搖旗, 大戰三十回合,傅天亮都打不贏金營子。 惡魂一看,輪到惡出馬了,不是傅天良就會吃虧,想到這樣,一拍坐騎赤兔燕之馬,跑到兩個人的中間,天良你閃開,惡魂來啦! 說到人道,讓過了傅天良,打橫攔截金蟬子的碼頭,今時見到惡魂上陣,知道糟,人家是八大徐車輪戰,那我兒子金蟬子不輸都很難啊! 不不不不不,立即就隔壁,《零金》! 噹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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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噹,羅聲一響,金蟬子聽見的,但我扮成聽不見這樣啊! 為什麽呢?事因他一見到惡魂,即時就眼火爆啊! 自己的弟弟銀蟬子就被他打死的,這個仇未詳報啊!所以軍令他不聽啊!一刻就顧著打惡魂! 好了,八國子金錘,會雷鼓翁金錘,這一場凶殺惡戰,將兩軍陣前的所有兵將都陣住了,這個像蛟龍出水,那個像猛虎下山,真是其逢對手的張玉良彩。 哈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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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兩個人大戰五十回合,不分勝負,兩個都是使出平生之力,拼命施殺,爭辭不下。 打下打下,惡雲就想了,是時候了,我為什麼不用絕招來贏他呢?就是這個時候,金錘只用戴槍一對惡雲的前胸,對中未對中之間,屁啪!惡雲馬上高就打了下來,哎呀!嚇到宋朝的兵將就死死下了,死啦!惡雲被打了六馬,這時金錘只殺到興了,先頭可吵有沒有撞著惡雲呢?他自己還未搞清楚的。 嘩!急忙勸轉自己的座騎花斑馬,去追惡雲的赤兔燕之馬。 其實惡雲是故意在馬上高伐下來,躲在馬套底下。 這招叫鄧女藏身,還未等金錘只明白過來,惡雲在馬套底下已經將右手的翁金錘預備好了。 等金錘只追到來馬尾,惡雲就在兩隻馬腳的中間,瞄準金錘只, 飛出一鎚,直奔金錘只的前空,這招叫鄧女藏身,野馬分中鎚。 金錘只一尾掛著向前追,發夢都想不到,惡雲會使出這招突如其來黑不容門的飛鎚。 等到他聖水的時候,遲了,啵聲,一徐就打正前空,整個胸口都拼骨碎了, 意犯了藥肺了,慘叫一聲,打落馬下就死直了。 惡雲徐真金錘只,不過還有金額熟了,六十萬大軍的。 欲知後師如何,且定下午分解。 請問,請支持。 請朋友,請請,請! 請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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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. 請請,請請,請請,請,請,請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